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看刘庸散文 说到白日工作完毕 家人也都睡了 在夜晚的时光里 他喜欢一个人写些毛笔字 做几笔画 看本好书等等 其中最欣赏的就是刘庸将这些自得其乐的时刻 称为以求不负我心 这句话说得那么贴切 多年来 自己找的也就是这几个字 苦于说不中肯 刘庸抑郁道出 真是不亦快在 自得其乐这回事 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能体会 独处的时光如果安排得自在 境界响来十分高妙 无论我住在哪里 总有邻居来说 说睡眠安然 因为我的孤灯一向点到清晨 可以说比守望乡住站岗亭里的堪羹人 还要值得信赖 我喜欢过夜生活 每当黄昏来临 看见花灯初上 夜幕开始低垂 心中也充满了不厌的欣喜和期待 过夜生活的人是不被了解的一群 有人专将夜和罪恶的事情连接在一起观想 早起的人说出来励志气壮 而且觉得自己健康优秀 厌弃的 除了报馆工作的少数外 一般都被视为生活糜烂等等 起初背负着这种自卑罪恶的感觉 活了许多年 父亲不上班的日子 起晚了必然面有愧色 觉得对他不孝 知道我的朋友 在早晨十点以前是不打电话来的 万一生人来找 母亲不好说天亮才睡 总说已经出门去了 对于我的作息 母亲的观念中 也认为晚起是懒散的行为 我猜 明白了自己之后 勤不勤劳这两个字 也没有了负担 只要不拖累旁人 供给衣食 生活如何安排经营都与他人无关 只求无负便是 说起不负 当然想到《红楼梦》 戴玉只不讨贾府众人喜欢 无非是他坚持为了自己的心而活 不肯做人周全 倒不一定是不会 倒不一定是不会 宝钗从来不提心字 连结寡欲 连结寡欲 只恐人前人后失了照应 这颗心才叫真苦 人都说 人都说戴玉命薄 我却不如此看法 起码对于自己 他是不负的 说到不睡的人 大半用熬夜两字来形容 那个熬字里面四把心火 小火炉炼丹似的 不到五更丹不成 这个字 能用在被聚光灯下 照着疲劳审问的嫌犯身上 也可以是那些挑灯苦毒 为升学的一群群乖孩子 在被迫情况下 想睡而不能的人 是受慢火煎熬的 煎熬两字用得下 中国人有时的确害得死人 喜欢叫自己黑暗的生活 为宵夜 宵字属水部 意思中包含着散的本质 散是个好字 其中自带舒展 毫无火气可言 与熬比较起来 绝对不同 我的宵夜由来已久 小时看诗人李白吟唱生涯 多半在夜色中度过 最后水中捉月而去 也当然发生在晚上 便觉得他是个 懂得生活的夜人 夜睡的人 大半白日艰辛 也有嫌疑是现实生活中的逃避者 白天再不好过 到了全世界都入睡的时光 独醒的人 毕竟感觉比较安全 起码我个人是如此的 说到现实的问题 一般亲朋好友总拿针对现实生计的条件 来给这事下定义 说 不要不顾现实啊 生活是现实的 很残酷的 你不现实 饿了饭谁来给吃 我一直在等 等有一天 有一个人会跟我说 说日常生活固然是一种必经的磨炼 可是如果老想着经营衣食 而忘记了心灵的滋润 那也是不圆满的人生 这心和行 本来可以坚美共存的 一般胆小的人 以为照着内心的向往去行事 就会饿饭 随心而行 便是不落实也会没有成就 这是假明白 真胆小 在白天 我也是做事的人 当做的事 当负的责任 自然处理掉 而且尽心做得周全 责任是美丽 它使人的生活更有意义 同时也使人产生自尊自爱的推动力 责任的背后 往往皆成传流着千万因果 这份言声 层层叠叠 繁华艳丽 如同七宝楼台 拆拆见见 其中暗藏多少玄机 又是多么奇妙而有趣 想到大千世界中 居然藏有微臣如我 是天律运转中人之大幸也 佛家强调 忘我无我 也或许并未强调 是本身误错了 因此难以做到 对于自己 尝试若急若离 可进可出 白天没有忘忘 有时在宵夜之旅中 又全然忘了 这都不很强求 对自己不忍深责 深切满意 说回来讲 宵起的事 宵起 大半属于夜间不昧的人才有的现象 有趣的是宵这个字 一个单元来看 明明有着晚的意思 分开上下来念 就成了日安 一日之计在于晨 无忌之人不起床 日当然安了 真是了得 固然很喜欢责任 可是也不讨厌不负责任 不承担的事情 因为胆子也小 只敢坐在与他人及社会两不相设的情况下 例如说全世界都睡了的时候 习惯夜深人静时泡一杯好茶 点一支蛋烟 棚本书 亮盏灯 与书中人物花草摒逐夜游而去 只要不为特定考试 书的种类不狠当他太认真 已经老庄三国固然可以 武侠侦探严晴 又有何不可 报纸杂志 最是好看小广告 字典无论中西 不单只是发音 生活从书 那个从字就自有 这本不耐 有另一从任君选择 晚清小说固然繁华似锦 唐人笔记也许另有风味 风神榜的确好看 传记文学难道不及 宗教哲学 谈他如何运字表达看不见的审理 六法全书 又未在于怎么创造条律 约束人性 实际好看 看司马迁如何琢磨项羽 水浒精彩 随鲁智深一同修成正果 就是资质通鉴 每在险诈 才知小王子 纯得多么简单 至于说到红楼梦 腰书为一步 以马说书 大湾大海朝阴奔腾而来 千言亦不能止 真正畅快 可狂笑而死也 书在某些意境中 又绝不可看 古今中外诗词歌赋 描写夜色此句多不胜句 最是风巧夜薄一首 长住我心 此时此景 夜半终生 如果客传中人 突然简逐看书 在我看书族类中 该当唯一死罪 常常愿怪邻人 通宵麻将扰人 自己亲吟书本 不是同样沉迷 乍看极不相同 其实声色犬马的骨子里 乃到没有痴迷与三昧 想说的是 痴迷是罪 罪里颠绝 罪里却有分别 这句话的确不差 可是罪的表面 与那个罪法 在本质上 没有太多区别 人叫书呆子 书呆子听了 总绝不是患我 呆是先天性的石骨不化 吃是后天来的 甘心领悟 不同 常常也听到一些朋友 说近况 其中一人说起 正在埋头苦毒 举座必然 素而起敬 如有人说 哎呀 熬夜未生麻将去了 反应便有些淡然 这叫多管闲事 所欣赏的一些人 倒不要他苦毒求功名 苦字像人脸 双眉皱着 夹上鼻子嘴巴 苦毒表情不美 欣赏看见个人 享受生命中 隐藏的乐趣 兴趣深的人 活得必然精彩 不会感叹 人生空虚乏味无聊 自得其乐 乐在其中 只要不将个人之乐 建立在他人的苦痛上 这个社会 必然又和又乐 很静有目的的读书人 静而远之 存心做学问之人 老以为不存心 而也读书之类 必然浪至光阴 有目的的读书人 最怕别人将他们 看不清楚当成同类 往往强调 看得是正派严肃 有为之数 能够得救上天堂的 只有他们 胭脂只将念书 视为人生志乐的 另一批 便完全没有收获 一夜 拥被沉迷侦探小说 耳边忽闻叹息又轻笑 小说 我残写宝剑 只为看山来 这句话本是 曾国藩以为王姓慕聊 自人怀才不受重用 而发出的感叹 偏偏就在此时 蹦出来唬人 想到这句话 听看书 过了几秒钟 便给答了一句 不写常见短见 只看山妩媚 心爱里德一路追踪 输到一半 凶手便被定牢 结局果如所料 作者又输一句 大好十字本领 用在贤书上 就算全然无用 也是不惭得很 当然 任何事情都得付代价 包括稍稍过分的自得其乐 再忙再累的日子里 明知睡眠不足 是欠着身体的债 欠多了债主自会催讨 可是一日不看书 总觉面目可憎 事实上 三日不睡眠 容颜惨淡 半生不睡足 提早长眠 这个道理谁不明白 问问上瘾的君子们 人人说惭愧 认真想借着息 宁死不回头者 多也 前一阵子 身体向灵魂讨债 苦禅不休 并倒下来 医生喜问生活饮食 起居睡眠 因为诊费高贵 不得不诚实 道出前因后果 医生说 切吧 欣然同意签字 早苦早好 早好早乐 不一会儿 春去秋来 又是一番景色 道别医生 自有训话一场 例如 烟不可多抽 神不可太伤 心不可妄动 书不能狂看 又将夜壁早昧这四字 反复说了三次 然后等着病假回答 当时情景 本是姓林春暖途 可是眼前看去的大夫 竟成了水浒传中 那位正与鲁智深 磨顶兽记的智珍长老 长老正说 一这不可 二那不能 三更不许 四必要借 说了半天 就是要人答应 才给放心 于是诚恳道谢真言 说 咋家记得 医生拥抱告别 却忽略了病假 暗藏心机 只说记得 没答能否 人生最大快意 在于心甘情愿 视为甘愿 活着连夜间都得睡觉 不如去死 书少看 或改为中午看 才叫做醉生梦死 难道白天生计 换成晚上去做 白日夜晚 再一次兼美 健康小小让步 不是大事 人生百年一顺 多活少活 不过五十百步微差 只要不负此心 一笑刻至也 古人金人读书 大半未求功名 运气好的不但不病 破庙中读着读着 尚有女鬼投怀送抱 那些身体差的 就只有拿个锥子刺骨 才能不达瞌睡 这种苦读 求的是金榜提名 洞房花烛 说不定招为驸马 那更锦上添花 说不定招为驸马 那更锦上添花 书生从此先一怒马 戏文中 就不再提起继续读书 这写得太好 不然就成败笔 《红楼梦》里贾宝玉 整日在女人堆里瞎混 事实上也没做过 什么正经事情 看宝玉 银风弄月自我陶醉 痴痴傻傻 不似个读书人样子 偏偏姐姐妹妹都爱她 说起宝哥哥 却有县世女子一样 情有独钟 只为了 为了她那刻啊 最初的心 读不读书 什么要紧 话说回来 贵族子弟不知冷暖冻饿 比不得庙里穷愁 潦倒寿书上 不读书没饭吃 你读是不读 心之可要 倒又不是什么奢侈 这个东西人人都有 不然流行歌曲里 负心的人 不会那么受欢迎 自己的心 负责看管好 任谁来也负她不去 就如衣帽间里寄存衣物 那个贫好取衣的小牌子 总得当心保管 失落了 取不回衣物 怨不得别人 世上赞人好 说 好 是个有心人 这句话只有中文那么说 不要去做别国人 说到正负之心问题 心之快乐平安 变为不负 不负必然放心 放心又回返快乐 真是奇妙 最近权威心理学家 发表一篇报告 说的是 一个人抱着将日常工作 当成娱乐去享受 成效不但更大 而且产生精神病态的可能性 能够简直最低 这是权威学者说的话 不是我编出来的 想 用中文意思来讲 这篇报告不就是 恭敬的完事吗 又可乐 又有薪水呢 还能睡觉 将不好玩的工作 创造出可玩的兴趣 加成绩来 是本文第三度兼美也 总有一个观念 很少得人注意 当年爱迪生因为痴迷发现 才有了那么多发明 诗人河马 要不是银场游走 传不下希腊史诗 苍结造字 频频拆拆 玩出了伟大中国文明思想工具 居里先生夫人 寻寻觅觅 推翻左右电流 对称定律 确立古实验 相对论最重要的证据 来自水星碎叉 民间故事 流传于市井小民 茶与饭后 这些又一些与生计 无关的痴迷玩耍 转化为人类文明流传的 基因与动力 只因世人不时赤重滋味 以为荒唐 上段那些痴迷梦想 其实根本一一展现 就连只爱看书之人 其中多少而今靠笔乐范 赤道深处 三宝必谢 迷到终极 另有天地 世人不敢深究 唯恐避之不及 庸庸碌碌 亦是福寿人生 终顶山林 虽说不可强求 小富一场人生 终是稍稍可惜 富人固然不可刻意 富计太多便是亏损 一次朋友换笔名 取为无心 看他神色凄凉 以无心许自己 如何能得欢眼 劝着改革明白 只是黯然一笑 聪明人因伤心而弃心 算不得大聪明 佛家要人 妄我妄我 世人真能做到妄我 还需劳烦佛也 如此舍身相劝 可见 我佛慈悲 一存苦心一片 是个有心之佛 并非无心 心是人之神明 所以聚众礼 而应万事 慈海字典中 光是这个心字 立印出来 一共九十个 由心而生的情境 九十只是被 附定的词句 其中可以幻化 千万兆个 情情静静 如此重要的东西 世人连讲起它来 都绝不失失误 赚钱 人人感兴趣 转心没有听说过 由于刘庸的一句话 生出那么多心得来 总是闲闲走笔 小夜又一丈 心之何如 有似万丈迷津 遥根千里 其中并无周子 可以度人 除了自度 他人爱莫能助 此心谈何容易 认真苦寻 反而不得 拉杂写来 无非玩味 生之欢乐快意 知此寒雨凉霄 视为自乐 以求不负我心而已 秋雨绵绵 最是容易心反意乱 在生活的居目里 即使你的演技再高 你也骗不了 自己的那颗心 即使骗得一时 也骗不了一世 所以 有负于心的次数多了 心里 自然也就感觉不安 活得洒脱一点 心里自然轻松一点 不负我心 安心常在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六五读书 欣赏更多精美图文 我是潮雨 明天见 天线 顶铭雨 万千花 作秋水 潺潺 梧桐夜 路风水散 那看路 冲 双 永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却吻情美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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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